在斗罗大陆中,七宝琉璃塔被称为是天下第一辅助武魂 如果团队当中有七宝琉璃塔的魂师辅助 那这个团队就能够发挥出远超本身实力的战斗力 像七宝琉璃宗虽然只有剑斗罗和果斗罗两位封号斗罗 但是在宁峰制的辅助下,就能够发挥出四个封号斗罗的战斗力 在宁峰制的辅助下,不管是剑斗罗还是果斗罗 都能够发挥出1加1大于2的战斗力 那如果七十九级的宁峰制辅助96级的剑斗罗 他们能够打赢95级的举鬼斗罗吗? 当初举鬼斗罗追杀唐僧的时候 剑斗罗一个人就能够轻松压制剑斗罗 后来鬼斗罗想用五魂融合剂困住剑斗罗 但是被剑斗罗打断了 单单剑斗罗还不足以阻止他们 关键是宁峰制的辅助 让剑斗罗有足够的时间打断他们的融合 所以说剑斗罗在宁峰制的辅助下 打赢橘斗罗鬼斗罗是没有问题的 前提是有他们没有使用五魂融合剂 但是如果他们完成五魂融合剂的话 剑斗罗就无法发挥战斗力 而宁峰制本身又没有多少战斗力 别说封号斗罗了 哪怕是以魂宗或者魂王 都能够在正面战斗中打败他 因此胜负的关键是看橘鬼斗罗 能否完成五魂融合剂 如果完成那剑斗罗就很难打赢他们 但如果能在他们融合前阻止他们 剑斗罗就能以一打二 其实呢主要还是看 宁峰制的增幅快不快 如果第一时间增幅的话 那么橘鬼斗罗将毫无胜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